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i,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想和程雅莉分享一些問題 關於一些孕婦 初期懷孕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了一些任神的嘔吐 有時候可能有少問題 但都試過有些情況幾嚴重一下 可能不斷這樣,早上早上 或者是一吃了東西或一聞到東西都要嘔吐 在臨場經驗上同類療法 我們又可以有什麼可以幫助這些病人 這些孕婦呢 通常在孕婦嘔吐出現的時間 通常在懷孕的首三個月 我為了要叫第一次月 可以比較多些 某幾個情況之下 他們一直會持續到寶寶出生 整個懷孕過程都會出現 真的很辛苦,很慘 因為通常在早上出現 Morning sickness, 任神嘔吐 即是早上比較多 但也可以持續成天 或者在不同時間出現 不同形式的任神嘔吐都可以 通常的症狀是很嚴重的惡心 或者看到食物 或者聞到食物 雖然是常見的食物 一聞到就不舒服 看到就別說了 所以最主要是嘔吐 即是又想作悶 又想嘔 是一個主要的症狀 對大部份的食物飲食 完全沒有興趣 這種情況當然 不可以持續 因為 除了不舒服 經常嘔吐 長期的任神嘔吐的併發症 就會導致營養不良 媽媽起床 即是吃不到食物 如果她媽媽的營養不良 她又未能夠增加自己適當的體重 是導致嬰兒出身的體重 會比較輕 或者出現先天性的健康問題 所以任神的極嘔吐 即是完全控制不到的 那種嚴重的嘔吐 通常跟肝病都有關 可能會導致脫水或者酸中毒 嚴重的那裏 在醫學西醫那裏 可能要幫她靜脈注射 至少補回營養 好 大家知道 在孕婦時有這些問題 通常孕婦都盡量不想吃西藥 始終怕有些輔助的問題 所以也不會在這個時候 強硬用西藥去按摩 但很多時候就算用西藥也不能按摩 結果最好的方法 都是用同學療法的方法 我們遇到這些病人 我們要留意 他有沒有嘔吐 還有他有沒有某個位置 某個特定的姿勢位置會舒服些 他的臉色是不是很蒼白 有沒有出汗 這些東西 在簡單的同學療法指引 我們在治療的陰神嘔吐 最常用的療劑就是 蜜魚汁 CPR-Succus 和秋水千 Cocicum ortonalis 秋水千 這兩個是最常用的 尤其是 病人 對那些食物的氣味 一聞到那些味道 很強烈的厌惡 你就會首先考慮 就是秋水千 Cocicum 就是聞到那種食物 一聞到那種味道 就很討厭 很強烈的厌惡 秋水千 Cocicum 如果症狀是 主要是一個很嚴重的嘔吐 嘔嘔嘔嘔嘔嘔 我就會想到 就用兔根 Ipecat Ipecat Qurana 兔根這個療劑 是嚴重的惡心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 煙草 煙草 Tobacum Tobacum Nicotina 尼古丁 煙草 這個療劑 好了 當然 如果你發現到 病人 在懷孕期間 在過去一般 對性愛 是不喜歡的 很不喜歡 就可以想到 蜜魚汁這個療劑 或者 另外一種是 雜昏油 Criosotum Criosotum 雜昏油 好了 蜜魚汁還有一些 特別的症狀 蜜魚汁的人 平時很喜歡 很劇烈運動 因為他覺得 運動之後 他人會舒服些 如果不運動 他人會很呆滯 好像 好像 這種 鞭鞭瘦瘦 平時很喜歡去運動 經常去做一些很劇烈運動 這些通常都可能是 蜜魚汁的人 蜜魚汁的人 因為運動過 可能女性的脂肪不夠 荷爾摩可能有少少不調 這就是蜜魚汁 另外一個 那個療劑 當你那種感覺 好像 有一些雲浪 那種作滿的雲浪 我們會想到 兩種療劑 就是煙草 蜜魚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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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印度防紀 Coculus Indica 這兩個療劑 通常都是不想移動的 跟蜜魚汁不同 蜜魚汁是常常移動才舒服的 但是 煙草和印度防紀 這兩個療劑 平時不想移動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在什麼呢 用在那個 雲車浪 雲船浪 尤其是作滿 雲車浪 我們都會考慮用煙草 和印度防紀 好了 還有一個療劑 當女性覺得很冷 又吐又輻射 但很喜歡喝水果 冰塊 和酸的食物 例如泡菜檸檬 這種感覺是 寒冷到死 又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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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吃水果冰的食物 這是一個 白泥爐 Varatrum Album 這個症狀 OK 即是在同學療法裡面 我們常用 都有這幾種療劑 當然 預期效果 當然會 起碼 安全 同學療法 肯定是安全的 基本上 症狀 如果用得正確 基本上幾天 或者一個星期 十幾天 就會舒緩 當然 如果你試過 同學療法 即是你用過 大效果 也都未夠好 那你就 就不要 硬繼續用 即是你用了幾劑都不行 那可能 或者那個 印神呕吐症的症狀 遲早都過三個月 那這個應該就 找一個 合資格的同學療法醫生 進行一個深度的 全面一點的 體質治療 那就是 也有局限的了 那一般的 日常方面 我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那 第一就是 少吃多餐 不要吃得太飽 那 早上起床的時候 吃少許的 有些人 喜歡吃一些咸餅乾 就會幫助舒服一點 吃東西清淡一點 魚湯 一清湯 那些飯 意粉 不要吃一些 很油膩 很難消化的東西 有些人會在吃 吐司 即是烘麵包 喝些茶 都可以的 那當然呢 中國人很流行用薑茶 大家知道 薑茶是對那個 嫩胃 亦都可以舒緩 惡心這種問題 那通常很簡單 切少少薑扒 幾片薑茶 用水裡 錄一下 錄一下 15分鐘 一當薑茶喝一下 那當然呢 有很多其他草藥 薄荷 那些 在懷孕期間 那時候 反而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草藥 都是一種藥 那大家要小心 那當然 在我們中醫裡面 有時候針灸 會按壓 那個足三里 這個 那個穴位 那大家有時候 如果真的需要做 我相信你很容易查到 足三里 在小腿那裡 在腿彎曲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 膝關節外側 就有一個 有一個凹位的 那這個 我們叫做 外膝眼 那由外膝眼 直下 四個環子 就是四個手指位的闊度 就是我們速三里 那通常我們就按一下 如果大家手上有小凌晶 那就可以用小凌晶 調一下 這個腰位的 OK 好了 那我再和大家 是逐個的療劑 再解釋 再分享 再詳細說說 那第一個療劑 我叫做 印度防紀 Cocculus Indica Indian Cochle 那通常記住 這個療劑 就是因為見到 或者聞到食物 就惡心了 那也有很多 任何的情況 特別容易昏浪 譬如孕婦在那個時候 特別怕坐車 坐車 他就會昏車浪 運船浪 看到一些物體移動 或者窗外的東西 動動 他就會引起惡心 OK 那 Cocculus 的人 很多時候 都是 很擔心親人的問題 經常要照顧著人 可能因此 搞到自己睡得又一般 好了 好了 還有一個正型 就是任神嘔吐的時候 就要躺下 或者可能 在車上 運車浪 運船浪 要躺下 否則他就會 會惡心的了 還有呢 有時候會有頭痛 後尾枕頭痛 惡心嘔吐 不喜歡吃東西 當然 這種人很多時候 因為他自己睡覺 睡覺不足 或者是照顧親人 很多壓力 搞得睡覺不好 平時就有這種 暈暈的感覺 我們很多時候 這個療劑 都會建議一些人去旅行 有時差 因為旅行 有時候睡覺 睡得不太好 遇到這些 作悶 頭暈暈 不舒服 都可以用這個 印度防紀 Cocculus 這個療劑 另外一種 就是秋水千 Cochicum Automale 英文叫做Mildo Saffron 最主要就是 他不能夠忍受食物的氣味 尤其是在煮東西 不是自己煮 是別人煮 他聞到 嘩 很不舒服 尤其是肉 魚 雞蛋的氣味 會飲起惡心 動動 和扭轉頭 都會令到症狀會更加差 最主要是嚴重的嘔吐 和乾嘔 不是吐出來 總之是Nosy 肚子餓 肚子餓 但是一想到食物 一聞到食物 就不行了 雞蛋 雞蛋令它更加差 不能吃得雞蛋 好了 接著就是肚根 Apicate roots 肚根 顧名思義 就是肚 就是嘔吐 很多時候 很嚴重持續的惡心 就算嘔吐了出來 都不會舒服了 有些人是這樣的 即是不舒服 嘔吐了便會舒服了 但肚根這個療劑的症狀 就算他惡心 嘔吐吐了 都不舒服 但很有趣 有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就是你看看他的舌頭 如果你發現舌頭很乾淨 你一般會覺得腸胃不適 尼胎應該白 他不是的 很乾淨的 這個也是肚根一個症狀之一 當然他不喜歡食物 還有食物的氣味 惡心 還有有時候是會流血的 即是如果那個孕婦 或者當時可能有些經血 無端端的經血出現 或者流鼻血 這個都是一個流血 但同時有一種惡心 作嘔吐的症狀 或者嘔吐 這個都是一個肚根的症狀 基本上不口渴 嘔吐 都不會舒緩 接著就集份油 Criosotum Beachwood Creosotum 一種椒油 通常也是這樣 惡心想嘔吐 但嘔吐不出 想嘔也嘔不出 持續的嘔吐 但是很辛苦 嘔吐出一些水 可能有些甜甜的味 或者未消化的食物 或者剛剛吃過的 所有食物都嘔吐出來 吐出來的 吐出來的大量酸味 那個辛辣的液體 還有有泡沫狀的白色的黏液 這個就是Criosotum 嘔吐出來 還有懷孕期間流口水 還有有一個症狀 如果它的陰道有些分泌物 是比較膩的 Criosotum 這個疗劑 這個雜氛油 很多時候 都會醫治的發炎 流出來的液體很黏 很膩的 任何身體的孔 出現膩的腐蝕性 都可以考慮這個療劑 Criosotum 還有就是很喜歡吃那些煙燻的食物 好了 接著就是蜜魚汁 Cupia Cuttlefish Inc 蜜魚汁一想到食物 或者聞到食物 都是很敏感 就算它平常很喜歡吃的食物 也是 走路、坐車都會忍耐 感覺肚胸胸 但是吃了東西都幫不了 煮食的食物的氣味 令到他惡心 而且最重要 那個蜜魚汁的人 跟他老公的關係 是一般的 就是他不喜歡跟老公平房 就是他很淡的 性育方面很淡的 他喜歡喝酸的飲醋 OK 平常就很喜歡跳舞 忙碌 經常要動動 這些人 就是不停的了 去健身也好 去做瑜伽也好 去做瑜伽也好 動得很多的 很劇烈的 他會很舒服的 這是一個蜜魚汁的人 通常瘦瘦瘦 好了 接著就是煙草 Tobacum Nicotina Tobacum 當然就是嚴重的惡心 惡心 接著就是寒冷 怕冷的 黏烏烏的 還有臉色蒼白的 就算少少動動 都會導致暈浪 寒冷的新鮮空氣 就覺得舒服些 惡心 還有是經常都需要吐口水 少少動動 都會劇烈 嘔吐 嘔吐 所以煙草 也是一個 很好用在Motion Signet 暈車浪、暈船浪 暈浪 暈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面 變青青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煙草 這個療劑的陣形 來的 好了 最後就是白黎露 Varachem Album White Helleboros 也是很劇烈的嘔吐 還有記住 加上輻射 不只是嘔那麼簡單 還有輻射 嘔吐的時候 滿身 滿頭飄冷航 冰凍 他人冰凍 但飄出來 又是冷航來的 他人呢 非常之活躍 和忙碌 煩躁 很不安 還有你記住 嘔吐的時候 就成形噴射性的嘔 和腹膠痛 記住 又凍 又吐 又吐 又凍 又飄冷汗 你看到這個 這樣的正形 就是白黎露 OK 好的 多謝袁醫生 幫我們一次過 介紹了很多療劑 希望聽眾聽了 如果遇到一些 初期懷孕的媽媽 也不想太辛苦 懷孕期間 太辛苦 甚至擔心 可能會影響到 寶寶的時候 你可以常備療劑 常備療劑 一遇到這些情況出現 對症 看看哪一種 會適合自己的 就可以立即服用 大家都知道 同類療劑 是完全沒有不良的副作用 不會影響胎兒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最重要的是 家中常備 我們有療劑套裝 包括所有 剛才我們在節目上 提及的療劑 適用的療劑 都有在 大家可以很安心地 享受 真正的健康法律的人生 多謝袁醫生 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你的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健康產品 或是同類療劑 聯絡我們的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00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 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返回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相聽 拜拜